是说新语言语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 与儿女讲论文艺 鹅耳雪咒 宫心然曰 白雪纷纷何所似 兄子胡儿曰 撒烟空中插可你 兄女曰 未若柳绪因风起 宫大孝乐 即宫大兄吴义女 左将军王宁之妻也 在一个严冬飞雪的日子 谢安召集家人 给子侄们讲论文章的道理 不一会儿 雪越下越急 谢安面对雪景 高兴地问道 这纷纷扬扬的白雪 你们说说它像什么呢 谢道运的堂哥 谢狼抢着回答 把盐撒在空中 差不多可比你下雪了 谢道运接着说 不如比喻轻盈的柳绪 随风飘起 谢安听了开怀大笑 谢道运就是谢安长兄的千金 王羲之次子 左将军王宁之之妻 他因此获得永续之才的美称 谢道运是晋朝名相谢安的侄女 喜欢读书 心性最是聪慧 用年就会永诗对聚了 三字经有谢道运 能永银 比女子且聪明 而男子当自警 这位谢道运 也是六朝时最有名气的才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